粉底液 粉底液 哈囉大家好我是Yunice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做一款粉底的實測 我覺得我好像很久沒有做粉底實測了吧 應該有一陣子了 所以我前兩天剛好我去逛 那個cosme store的時候 發現Excel這一個就是那個日本的 眉筆很有名的那個 品牌呢 它在cosme store裡面有推出粉底液 那為什麼我會說它是在cosme store有賣 是因為 現在Excel這一個品牌在 屈城市也都有專櫃 可是我是有逛一兩間有賣 Excel的這個品牌的屈城市 我是沒有看過他們有賣粉底液 所以我就有在想說這個粉底液 是不是只有在特定的屈城市 櫃點或者是在cosme store 這一種專門賣日本的化妝品 才會有賣這款粉底液 cosme store不是很罪惡的就是會有排名嗎 然後我就看到這一款粉底液 它也是在第一名還是第二名吧 所以我那時候就拿起來試試看 那它的質地是偏水潤的 它是這樣子 很好推開 就是很水潤 那這款它的名字是叫做水潤精華粉底液 然後我選的色號是01白膚膚色 我是算黃掉第一白 可是在日系品牌的底妝我大部分都可以調到最白 有一些最白的其實還比我原本的膚色還要再黃一點 而且接下來就是進入秋冬 秋冬就是膚色通常會再比夏天白一點點 所以我就是拿01 它有分三個色號 01就是白皙膚色 02是自然膚色 03是健康膚色 那我01跟02其實都適用 但因為我想說接下來要進入秋冬 所以我就選了01 那我覺得它上上來就是我現在臉上這個感覺 就跟我原本的膚色其實也是沒有什麼色差的 所以如果你是黃掉第一白 或者是你皮膚甚至比我白的話 就只有這個色號可以選 就是01號MF01可以選 那這個粉底液它上面是寫說 它是屬於保濕型的 就是它比較強調保濕成分的 然後呢它的防曬係數是 SPF28 PA++兩個加 它後面還有一些說明就是 它是雙重美容液的配方 上妝的時候同時滋潤肌膚 還有舒芙蕾般的質地 可以完美的貼合肌膚 不容易脫妝跟浮粉 那它的使用方式就是 手指或海綿來上這個妝 那我等一下在 First Impression的部分呢 半邊臉用這一個葫蘆海綿 這個葫蘆海綿就是便宜的葫蘆海綿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用葫蘆海綿上左半邊的妝 然後右半邊我會用手指推開給大家看看 用手指上妝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一樣來講一下今天的眼妝跟唇妝 眼妝是我最近去買的 但它不是新品啦 只是之前一直缺貨的 SUKU的光成花 那個有點帶橘色橘中色調的眼影 唇部的話是MISSHA有一支枫葉色的口紅 然後是霧面的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會把色號打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點開來看 那如果大家對這塊 EXCEL的粉底液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我現在已經上完我的妝前打底 就是Benefit的 澤澤撐其毛孔移型露 跟磁妝棒 Stay Foley's 那我都是上在我T字跟下巴的部分 那現在我就直接來上這個 EXCEL的水潤精華粉底液 那它一樣是這種暗壓頭式的 我是覺得以粉底液來講 這種是比較乾淨衛生的 那我先擠一下再多一點點的量 大概是這樣子 它算是比較流動性的粉底 我先上左半邊臉給大家看好了 我今天用的是這個 就是一般的海綿蛋 那我已經把它沾過水 所以它已經有點膨脹 它蠻好推開的 因為它比較水潤一點 很像沒上粉底的感覺 就是很輕薄 然後很水潤 那我現在上完薄薄一層就是這樣子 可以看得出來 它算是真的是比較水潤型的 所以它上上去其實還蠻保濕的 可是近看它的遮瑕能力並沒有很好 然後也沒有什麼遮毛孔的效果 好像就一般般 然後只是看起來很像很裸妝 就是很像沒有上妝的感覺 那我現在再把右半邊上完 我用手稍微推看看好了 它真的很水耶 因為我現在用手推也是可以推的很均勻 用手上的話 它妝感比較沒有那麼薄透 就是會 算是遮瑕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又不會很難推 所以這一款我覺得 如果你不想用任何上妝工具 用手上還蠻好的 用手上的話就是真的遮毛孔什麼 也都遮得比較好 那我最後再用這個海綿蛋 再把它上勻一點 那我現在上完全臉了 我剛剛呢其實覺得只上一層的話 雖然蠻薄的 可是它完全沒有什麼遮瑕能力 所以我就在 有在疊加了第二層 然後在一些可能鼻翼這邊啊 或是嘴角這邊 把它當成遮瑕來用 就多加一層粉底 我覺得它是可以疊加的粉底 而且經過疊加之後 不會顯厚粉 可是它又有比較好的遮蓋能力 跟遮瑕能力這樣子 像我這邊有一點點 就一個小小的痘痘 它還是遮不掉的 所以這一款粉底液我覺得它 主要還是以它的保濕水潤為主 就是它強調應該是這個部分 然後遮瑕力我覺得沒有很強 就是你一定要在另外遮瑕 那今天我做實測的時間其實有點晚 現在時間已經5點了 因為我本來覺得今天好像太晚 沒有打算要做 可是我怕之後 有別的事情沒有辦法做實測 所以我今天就先做了 那我覺得它的整個上完妝的黏膩感呢 激進於零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乾性的話 這一款是不需要定妝的 那我等一下會去稍微做個遮瑕 然後做一點簡單的定妝 就是定梯字的部分 然後上完全妝 然後晚一點再跟大家update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35分 也就是我帶這個妝已經有三個半小時了 然後呢大概在完妝一兩個小時之後 我覺得它的妝因為跟肌膚融合嘛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覺得妝感還蠻好看的 就是有算是比較光澤肌的那一種 是我喜歡的妝感 那現在過三個半小時 我剛剛也沒怎麼出門 就是待在家裡 而且今天的天氣也不是很熱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秋天了 所以我覺得也沒有到很熱 但是有一些出遊的情況 就像我一開始上妝的時候說的 這邊用那個海綿但上的地方 毛孔的遮瑕並沒有很好 所以其實現在過了三個多小時之後 毛孔地方會更明顯一點 然後這邊用手推的呢 毛孔的遮瑕稍微有好一點 所以到現在還是很OK 那我等一下就是會把油吸掉 然後晚一點再跟大家update 現在的時間是凌晨3點57分 就睡著了 所以就這麼晚才跟大家做最後的更新 現在等於是我從下午5點到現在 待妝11個小時 然後中間其實有微微的出遊 我有稍微吸油光 可是之後我也沒有再補妝 然後現在的妝感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跟大概三四個小時之後 那個出遊的狀況差不多 就是有一點油光 可是不是很嚴重 也沒有什麼脫妝 我覺得妝感其實還是滿完整的 然後我現在用一張衛生紙 就是把油光稍微吸掉 我已經睡到眼線 眼尾的眼線都已經掉光了 我再進看一下 這個底妝就是它真的跟你的肌膚融合之後 就是更像一個尾素顏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上的時候其實我並沒有很喜歡這款底妝 但是後來開始跟肌膚融合 甚至是出遊之後 我其實還滿喜歡這個底妝 呈現的感覺 那我現在就直接來講這個 XL的水潤精華粉底液的優缺點 它的優點呢 我覺得第一就是它很水潤 它竟然是叫做水潤精華粉底液嘛 所以它上上去一定就是要很水潤 那現在已經開始邁入秋冬了 所以底妝會建議大家還是可以找稍微水潤一點的底妝會比較好 再來第二點就是我今天帶妝算滿久 我本來只預計做八九個小時 可是後來就是脫了 脫到現在變成是一個小時的實測 中間都沒有什麼暗沉 就是整個底妝會讓我覺得 還是很透亮光澤什麼都 我覺得都滿好的 再來就是它這個底妝的 我覺得是滿輕薄的 然後我在一些需要遮瑕的地方多上了兩三層 也沒有影響到就是沒有厚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底妝算是比較輕薄型的底妝 它讓我有一點點覺得它像是 Make Up For Ever的水粉霜的評價版 因為水粉霜它也是那種比較水潤型 然後可以堆疊的粉底液 不太重遮瑕可是很保濕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其實有 在我現在的感覺是有一點像 Make Up For Ever的那個水粉霜 然後再來它的缺點呢 其實就是一開始上妝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遮瑕效果 算是中偏弱吧 就如果你是一個需要遮瑕款的粉底液的話 這款絕對不會是你的首選 再來是遮毛孔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毛孔粗大的人 所以我對遮蓋毛孔的這個效果 稍微比較重視一點 那我覺得這一款它就是 在遮毛孔的部分不是那麼好 然後我覺得這款有一個蠻特別的一點 就是適合用手上 遮瑕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遮毛孔效果也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又不會厚重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 先用手上這一款粉底 然後上完之後呢 你再用海綿粉撲去 針對你的局部比較細節的地方 去做推開 讓你的底妝更勻 然後更薄透 那以上就是 Excel這一款水潤精華粉底液的 First Impression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跟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粉絲專頁唷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